其实买基金就是微效曲线 它越跌的时候你要越买 越加码 对 因为它跌下来 你越加码 它如果一反弹第一股价 你是不是赚价差 对 第二你股数变多 对 那它这个是越配息 变成你赚价差又赚股息 哈喽大家好 我是亮亮 嗨 大家好 我是立总 欢迎来到股市印钞金 立总立总 最近啊行政员不是发出了一个 就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件事情 竟然已经达到66倍超级多的 那这样子我们小资主 到底要怎么努力的 挤进前20% 来到富人的地方呢 简单来说 首先第一 能买股票就不要买房 为什么 真的 第二 就是 买股票你不要短线进出 要长期持有 可是最近的青年首购的贷款 非常的吸金耶 现在不买房的话 之后又会涨更凶 那为什么现在不买房 那买房又一定会赚钱吗 好 其实 我有研究了一下 文湖县它开通了30年 当时文湖县在开通的时候 大安占一瓶才30万附近 最近一瓶应该破百万了吧 对 那你会觉得 哇 那破百万啊 那如果拥有在这个 30年前拥有大安占的一间房 到现在 就报酬率已经200多%了 吓死人 对 哇 超几多耶 对 那你去除以你的持有 我算过了 年报酬才4% 加上你把这个房出租 报酬率2% 你这样我算过年报酬是6%多 但是股票 你选一档股票好好的买 他的年报酬有9%多 对 你这样听起来是不是 买股票报酬率会比房子高 对啊 这样听起来 买股票报酬真的很高 对 他比房子高 为什么他是不可以短线交易 必须要长期持有 对 因为你不懂一档个股 它的这个基本面啊 我们资讯比较封闭 所以我们如果说你短线进出 容易赔价差再赔手续费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 你进出一次 你的本金就少一次 对啊 所以最好的方式 就是买好一档股票 然后我们好好的给它放着 你看那时候台积电 对 那时候不是台积电750的时候 我跟你说 哇 大跌就要买龙头股吗 对啊 没错 你知道台积电今天到哪里了吗 八百多对不对 对啊 你看你四月份买750买一张台积电 到现在一张就赚8万 那你不要说一张 你500股就好 500股也赚4万 所以是不是比较好 那你房子怎么可能 四月买现在就卖 而且现在又有房地合一税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年轻人我会建议先买股 等存到很多再来买房 然后买股呢 第一 你买了之后你就睡觉了 就给他 就不要这样一直想要进出 买了就把他当资产放着 好好的抱一个波段 哦 原来是这样 那种你知道前阵子 不是有00940的一个大风波 可是最近他不是已经跌到09.6 对 已经往下跌了2.78 对啊 超级可怕 然后我朋友已经很 就是很简单的加工 快抱不住了 对啊 就是很 就是不知道该不该脱手 但是也有做好下一个功课 就是说 好像可以买进其他的新的ETF 那到底该怎么办啊 这好困扰哦 好 其实我觉得买这种高股息ETF 其实讲实话 你就是想要长期持有 对 跟买房的概念一样 但我记得我之前有跟你说 你买ETF如果放超过8年 对 你每个月定期定额 我不是跟你说放8年资金就可以翻倍了吗 那你看啊 00940他是刚募集 那通常刚开始他会建仓 他建仓本来就会有一个 建仓买了不一定马上赚 他会有个手续费啊什么 可能会减损一点点 但是呢 你要想你倒不如趁回档的时候 你要加码 其实买基金就是微效曲线 他越跌的时候你要越买 越加码 对 因为你 你他跌下来 你越加码 他如果一反弹第一股价 你是不是赚价差 对 第二你股数变多 对 那他这个是越配息 变成你赚价差又赚股息 是不是很好 双赢的感觉 是 所以越跌越买 越跌越买 大家听好啰 对 因为通常这种00940 他只要流动性够 都不要担心会 就是说会跌很多 其实是不用怕的 原来是这样 哦 好 那我就可以来跟我朋友说 就是安心不用怕 对 那我们来帮大家做一个几个重点整理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股票跟房子 但第一个优先是选股票 因为他的年化报酬率比房子来的高 第二个就是 我们的股票必须是长期持有 不可以以短线交易 因为会有 手续费的 这个会扣手续费 再加上扣交易税 还有价差的损失 啊对对对没错 第三点呢 就是00940年的各位朋友不用担心 现在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利点 但是啊 持续加码买进 不仅之后回谈的时候 就可以赚加差 又可以赚股息 绝对是非常安全的 那如果想知道更多的理财资讯的话 欢迎加入我们的官方LINE8 是小老鼠 GoGo17888 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记得帮我开小铃铛哦 那我们下周见 拜拜